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了 九八新闻台的今天说起来不是非要不可 让你非要不可的刘军耀手摇摇又到了礼拜五 打不投 打不投 现在正在讲民国的三大杀手 李士群 还蛮多听众朋友来给我留言 说天天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那咱们就继续来给他有意思下去 上个礼拜 咱们讲到 李士群就是这个76号魔窟的头号魔鬼 杀手 在苏联莫斯科能收到非常完整 而深入的一个 一个深刻 这样一个训练 可以从那个小猫 很萌的小猫杀了 杀老太婆 无怨无丑的老太婆可以杀了 然后呢可以怎么有创意的呢 去把人家给干掉 那这样的一种特工呢 是在在莫斯科非常被重视的 传回来周恩来的耳朵里面说 哎哟这个人这么厉害 赶快把他调回来呢 加入他上海的特科 那结果呢 这个1931年 他们的一个行动科科长呢 顾顺章呢 在武汉托党 就把大家都给供出来了 供出来之后呢 哎呀李士群就被逮捕了 上个礼拜讲到这里 对不对 被逮捕了 怎么办呢 大家要极力奔走去抢救啊 尤其是他的老婆 叶吉卿啊 爸爸有钱 爸爸是学正 然后呢 大小姐脾气 啊长得还可以 那但是呢 跟这个小伙子啊 小他的这一个李士群呢 一起加入共产党 那以后来结婚了 啊他被抓了 怎么办 叶吉卿当然紧张啊 啊 他到处去想办法 到处去找人 看谁能够把他给救出来呢 我呢 我就奉献我自己 嘿嘿 叶吉卿 果然 那个 所以为什么共产党呢 喜欢抓 找这些 这种呢 这个 忠诚度低一点的 就是人品不高的 不讲信用的 这些人呢 他们都想要吸收为共产党 因为这个对他们呢 这个呢 早年 哎 我现在讲不是现在 好不好 现在我就在对岸 现在这个时候听到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这样讲 对你看 说要是不是对于 还是有恐共情节 嘿嘿 所以 那个时候 民国初年的时候在国 国民两党在 不不不不 是国民两党 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 国共两党 真的在斗的时候呢 是互相 非常的 这个 只要你能够叛变 只要你人品不高的才会叛变嘛 那就把他吸收过来 可是那个时候呢 叶洁青 当然也是这样 他为了要救他的先生呢 哇开始 找了很多的人 去帮忙 去帮忙呢 当然 拿钱而已吗 可能还不足以这样子 那只好呢 现身 为了救他的老公 在里面呢 不要再被 被这个 凌虐 可能少了一只手 断了一条腿 这样出来 你还要吗 这样的老公 哎呀 他可能觉得说 这个已经变残障了 我眼睛挖瞎了 舌头被剪了 因为他们那时候呢 什么 酷刑啊 都可以使得出来的 尤其是那个时候的总统啊 对于 抓到了这些共产党员啊 一开始 他们是这样 他们是有个顺序的 他不会一开始呢 就把你呢 打了你半死 让你都就挂了 或者怎么样 得不到他要的东西嘛 所以呢 一开始呢 都是呢 哎呀 先抽烟啦 哎 假婚假婚 让你呢 以礼相待 让你觉得说 是不是有机会 有判斌的空间 那他说买你嘛 大家有条件交换嘛 你何必 你讨疲痛呢 哦 这个 这个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食也啊 所以呢 你怎么可以让我们 这样子对你动手动脚的呢 那你不笑嘛 所以 千万 赶快 这个可以的话呢 赶快讲 免得我们动手 不动手 哎 你不讲 不讲 就动手 啪啪啪就打 哦 我刚刚讲的 从眼睛挖瞎的嘴巴 这个歌的耳朵给你刺破了 这个都是他们会干的事情 不是我这边瞎掰的 哦 那这样的痛苦 你被折磨之后 你还是不讲 坚真哦 为国 为党国 告诉你 最后一条路 就是拖出去墙壁 所以叶吉青呢 非常清楚 他们会是怎么个做法 总统对于共产党员 抓到的时候呢 会是什么样的做法 他也清楚 不要说他清楚 旁边的人也会告诉他 哎呀 告诉你啊 你这样的话还不行 你要赶快啊 送钱还不行啊 你如果啊 现在你姿势还不错 你可以 这样笑一笑 他就知道了 就这样 叶吉青 去找人 哦 赶快去找 一些 在上海 能够呢 呼风唤雨的 找到谁 纪云青 上个礼拜都讲 纪云青呢 他 跟这些上海的老巨头啊 三大巨头 杜月生啊 张孝岭啊 这些黄金荣呢 这黑帮头子啊 他比他们还高一倍 哦 是 是属于 是在 洋人诸界里面呢 是果然是 呼风唤雨的 嘿 纪云青 去找到他 找到他 当然 要透过很多关系 才能够 拜见到他 那他 当然 有一些 房间里面的事情呢 我们就不在这边讲 不然变得好像我们 好像在讲色情的 情色的 的节目一样 反正 这边就 就啊 好啊 好啊 四三好 OK好 结束了 结束之后 我刚讲就是翻云覆云 翻云覆云用声音表现 就是这样子 呼哈 好 这些呢 翻云覆云之后呢 叶吉清 当然达到他的目的 好 吉云青 出马了 好 吉云青呢 对他来讲 他 在上海 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当然 他有很多的人 在帮他的 他虽然 他是 青帮嘛 他是青帮的老大嘛 手下不能没有人啊 那手下的人呢 能人越多 对他来讲 他的势力越强大 是不是这样 好 各位要把这个理路 放在老大里面 所以当他 知道了 叶吉清 来求见他 然后呢 告诉他 李世群 哎 李世群 听过 为什么呢 听说 他是 到莫斯科里面呢 去受到特工训练的 第一名 第一高手 这个人 现在被抓了 哎 我如果能够救他一命 让他呢 成为我的门生的话 那我青帮 老大的位置 我的力量 绝对是更强大吧 是不是 所以呢 在季云青的出马之下 他呢 嘿嘿 就 很顺利的 把 这个李世群 给救出来 当然 当中呢 还透过了一些人 比方说像潘汉年 潘汉年在当时呢 大概27、8岁 风度翩翩 长得很帅的一个 也是一个特工 那他呢 去 跟李世群呢 做交换 来告诉他 其实啊 你今天 咱们 总统跟军统 的力量 已经非常强大 那你呢 如果能够呢 投靠我们 不要说叛变 叛变太难听了 但是呢 你今天呢 是 在情势底下 对不对 这人家说啊 视食物者 为俊杰吧 经常这句话 都是拿来 原来这句话 是当年用的最多的一次 用过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视食物者为俊杰 就是要你叛变啦 说穿了 就是要你叛变啦 但是就会 用一个 视食物者为俊杰来做包装 咱们现在不是也都这样吗 你如果去跟人家 这个吵架啦 或干什么 谈判的时候啦 你也是可以这样讲 告诉你啊 视食物者为俊杰啊 你是不是俊杰 我讲的不是那个黄俊杰啊 我讲的是真的是俊杰 你是不是俊杰 是的话呢 你何必呢 跟我这边过不去呢 你还是看看 行事比人强 你还是 叛变吧 说穿了就是叛变 好 那我们就讲了 李士群的性格呢 就是那种呢 贪生怕死 其实 他可以装得出来 很勇敢 但是呢 他其实骨子里面是 贪生怕死 这个呢 棍子举起来 还没打下去 他就叫了 哎呀 痛啊 是不是 刀子拿起来 还没砍下去 哎呀 手断啦 他就属于那种人 那 很快 潘汉年啊 这些人呢 包括纪营群 所策动的一些 所拜托的一些 的一些 这个三大佬 去 去 去说情 哎 李士群 当然抓住这个机会 打死了谁棍上 对不对 情势比人强 那也不是我呢 不忠不义 但是呢 叛变 他叛变了 哦 宣布脱离共产党 纪营 他的老婆 当然纪七青 也脱离共产党 我们呢 要为 伟大的 国民党来效忠 这个讲话 讲话非常的 好听 哎 那总统跟军统 是什么 什么人啊 他也不是 三岁小孩 给你这样红一红 就能过去啊 他还要看出 你拿出什么 来做交换嘛 是不是 哦 所以啊 他就说了 那你今天 你在 共产党里面 受到这么大的重用 那你一定 有知道一些东西嘛 你们的组织 你们的什么 你当然 你要交出来啊 哎 我告诉你 这个啊 李士群啊 他 把很严重 很重要的核心的情报呢 其实他是不说的 他没讲 他就讲一些比较皮毛的 比较不重要的 哦 那去做 做交换 中统跟军统就是说 这个人啊 不可靠 不可靠 怎么样可以把他 把他 从 内心里面给他挖出来 哦 哎 讲很会讲 我的心呢 是比什么 还要那个 我可以掏心 掏心掏肺 我掏出来的呢 都还是黑的啦 当然不是讲黑的 我掏出来就是跟你 站在一块的 哦 换位讲 可是做不见得这样做 中统跟军统呢 很无奈 可是无奈呢 又不想杀他 为什么不想杀他 因为那时候 中统跟军统 非常缺乏人才 尤其是像 李士群这种呢 喝过羊墨水 到莫斯科呢 去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呢 更是呢 求财若渴 希望他们呢 来过来带领 来带领 他们的中统跟军统 如果成为他们一份子 多好啊 那个时候呢 陈立夫 大家听过吧 陈立夫 后来他住在天母 天母的家 我也去过 陈立夫 跟陈果夫 兄弟 还有呢 戴笠 都知道 李士群 被他们抓了 都来了 他们认为说 如果可以让他 进到我们的 国民党的体系里面 那他绝对是一个 非常好的干材 就几经大家讨论 可是他又没有那么的 给我们 这些 比较 有价值的情报 怎么办呢 好 决定 先不给他重任 但是呢 给他一些工作来做 然后呢 从工作里面来做 试探 好 给他一个职务 叫做呢 中央党部 的调查科 上海工作区 的情报员 那也是南京区的侦察员 给他这个 你以后呢 就干特务 当然 还是你的特务的 本行 但是 你呢 你的身份 从现在开始 叫做上海社会新闻 杂志的编辑 你用这个 去 跟 这个丁末春 丁末春大家也听过 丁末春就是我们社界里面 去提到的人 唐惠明 他们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办的呢 办这个社会新闻 你到里面去 跟他们一伙 所以丁末春的备分是比理事群 还要高 但是后来呢 后面的后面两个人 斗的才精彩 这个 李世群怎么样把他的这个 等于说他老一辈的特工啊 玩弄在鼓掌之间 这个是呢 我们后面会讲的 好 那 他们 开始 总统跟军统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说 因为我们 没有不太会做舆论 而 他说 李世群呢 是受过训的 所以 当他来用新闻 用宣传 用黑函 来作为 作为一个这个 这个党的宣传的时候呢 哎呀 李世群很厉害哦 这就像 说要受过新闻训练一样 他可以呢 靠着他一支笔 然后呢 发很多的黑函 哎呀 我讲 写共产党的不是啦 共产党有多么烂啊 怎么怎么 哎 这东西还不是用这样子写烂就好了 他就呢 剧名的写的 谁谁谁怎么样 然后呢 跟谁勾搭 然后做哪些事情 哦 是 这个 不忠不义 对国家民族啦 怎么样的背叛啦 然后跟日本人怎么勾结啦 专门做这种 那你看嘛 他的这个单位叫做社会新闻 他的杂志的名字就叫社会新闻 那社会新闻里面所报道的这些事情 就像你们 我们大家如果早年你有看过很多的这个咱们台湾的一些比较三色星的那种杂志 那种杂志里面呢写的很多呢 哇啦 风花雪夜啊什么什么 我跟你讲很多的都是瞎掰的 这个说要要讲说要可以负责 因为那些很多什么所谓的报道之类的 他们里面很多都加油添醋 包括我还记得里面有一个 什么好像是美X报道 写说什么中山区里面呢 有一个什么金丝猫的店啊 怎么样玩啊 什么弄的什么样 多么的情色这样子啊 结果有没有这家店 中山区的警方根据这个报道呢 这个分区长当然震怒啊 那时候很流行讲震怒 震怒啊 一定要给我查出来 哇塞 那个辖区的派出所惨了 被钉到满头包 查没有这家店啊 这家店有开家店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一定会去收钱的嘛 对不对 我一定会 对不对 好好的去给他领检取缔的嘛 我根本没有收到这家的钱 对不对 我怎么会有这家店呢 找了半天都找不到 好就把那个美X报导的记者给找来了 来 你的报导里面 说什么我们中山区的哪一个像 哪一个街道里面有这么一家金石码店 来你带我去吧 嘿嘿 讲了半天 瞎掰的 不好意思我们的报份就是卖的不好啊 我们要充量啊 所以我们知道写这些比较三色性的东西啊 来看看能不能吸引这些读者 然后合成一些照片啊 然后或者一些罗女 不是接近罗女的这种呢 非常养眼的照片 就贴在这上面 感觉这篇文章就哇 这个好像有血有肉 真的是有肉啦 那这样子才能刺激报份嘛 假的 所以呢把这东西呢 警方打了一份报告 送到分局长说 我们是被人家随便乱写的 根本没有家店 你也不要寄我过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呗 我如果有这家店 诶 夫妻长可能是想说 诶 怎么钱都没送上来啊 哈哈哈哈 不是没有送 是因为没有这家店嘛 OK 类似这样的东西 新闻的操作 媒体的操作 它是何以呢 去蛊惑人心的 去抹黑 某一个个人 某一个党的 这种呢 哎呀 受药药实在做太多了 拜拜拜拜 先广告 广告之后 咱们继续聊 好 那这次新闻台 我是刘俊耀 受药药大捕头 讲到这个李世群 好 那他今天 有这一支笔 有受过 那个莫斯科的训练 他知道怎么用 媒体 文宣 来呢 抹黑 打击 他的敌人 这个是呢 是当时的总统跟军统啊 不太会的 代理他们不太会这一套 他们就是比较会 突发炼钢的那一种 啊 就是呢 抓了人之后呢 就行求 行求之后呢 就反正就逼他招就对了 不太会 用这种文功 他们只会捂虐 那这文功呢 李世群就 很专门啊 李世群属于文武双全的 都会 好 那进来到里面之后呢 因为什么 他的这个 刚刚讲到丁墨春啊 丁墨春也是叛变的 他叛变了之后呢 到国民党里面 他就是出卖他的组织 把共产党的组织给招出来 那李世群叛变呢 却 隐瞒了 这个 组织 只呢 像总统呢 这个 讲了一些 这个根本不是一个 很重要的 那所以呢 真正还有 你还有在联系的 共产党党员呢 他不说 所以 他们认为李世群呢 根本是一个 潜在的敌人 好 我要考验你 我就命令你李世群 你去把丁墨春给杀了 我要考验你的忠诚度 哇塞 这对李世群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啊 怎么办呢 因为 他 对于他来讲 丁墨春是他的 这个 的老师 那 他怎么 怎么去杀他呢 怎么办 李世群 干脆找来了丁墨春 但是呢 枪没有拔出来 却把心给掏出来 好 他说 这个丁爷啊 我 奉命啊 要娶你的人头 你的向上人头 丁墨春当然吓一跳 不会吧 就是 就是 他呢 为了要来 考验我的忠诚度 所以呢 要我把你给杀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好 两个人就商量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你又可以不杀我 你不杀我呢 然后我呢 然后呢 我们两个都可以活命 因为你没有杀我 他们会杀你啊 对不对 那你杀了我之后 那你还干嘛来见我 你干脆就把我杀了就算了 所以呢 两个人都想活 但是呢 两个人都能够逃过一死吗 好 他们觉得说 找个替势鬼好了 找个替势鬼呢 来交差 好 结果 他们就选择了 中统呢 中统的上海区的区长 叫马少武的 好 让他来当做替势鬼好了 杀他 结果呢 马少武 他一被枪杀 中统真的极度震惊啊 他们呢 马上呢 就组织起来 把丁末春跟李氏群给抓了 抓了 因为丁末春呢 他有靠山 他被放出来了 李氏群呢 被关了 各位啊 丁末春啊 他不是泛泛之辈啊 丁末春是什么人呢 丁末春呢 他是1926年就在总统的前身 那他呢 是陈立夫呢 一手提拔的 是总统的三科的科长 官拜少将 所以 他虽然之前是共产党员 他后来就背叛了嘛 背叛之后 背叛之后 他为什么会 会那个呢 会会在 会在之前 这么的里里拉拉 因为呢 贪色 所以那个色戒 有没有 嘿嘿嘿 张爱玲写那个色戒 哦 写了丁末春 他就是贪 他就贪财好色 非常好色 那 他因为之前呢 把很多的行动的经费啊 他给贪污了 后来是被代曆呢 检举 哦 被代曆检举之后呢 老蒋 蒋介石 非常的 不高兴 我给你们行动 的经费 不是要你个人 不是给你个人的 啊 你拿来这个 买酒 买春 该做的 这个情报 行动 都没做 组织 哩哩哩哩 代曆给他检举了 说 哎呀 其实 那个 委员长 蒋委员长 跟你报告 其实 为什么行动都做不好 因为那个钱都拿去 买酒 买 买醉 买春了 哦 是这样子 所以丁末春呢 他在 这个 这个 里面呢 开始风评就很差 而且总统当时啊 对于像丁末春这样子呢 的贪污犯啊 往往就是枪毙 一个子儿 枪子儿 就把它 干掉了 哦 那 这个时候 丁末春 他在 这个 总统里面的地位呢 当然 非常的糟糕了 非常的糟糕 所以 那个时候 他们呢 把 马少武呢 给暗杀了 哦 那时候的马少武哦 是上海市的公安局 的督察 哦 那他呢 那天从 其实很隐蔽的一个会所里面啊 走出来 现在呢 他们很多的会所是怎样 像 我去看到的 这 我前不久 不管是到这个 沈阳啊 那种地方啊 那些会所 早期的日本时代 他们那些会所都非常的隐蔽 哦 那里面呢 装潢的呢 富丽堂潢的 外观看不出来 哦 都是私人的 会所 那这样的会所呢 他呢 就从这个呢 东方饭店 当时啊 在浙江路22号 出来 的时候 就 被 中共的 特工啊 就是 被特工啊 就连续呢 开枪了 当场就把他杀了 啊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 这 为什么会被中共的特工呢 他的行踪怎么被发现呢 一定有内奸嘛 是不是 那个时候呢 所掌握情报组织的陈立夫 他们认为一定是内奸嘛 不然马少五的行踪 这么的秘密 怎么可能 哦 被干掉呢 一定是李氏群 跟丁末春 哦 那他们呢 把这个情报 给泄露出去 目的是为什么 目的是不是要获得 中共的宽恕啊 然后呢 避免被中共 的特科呢 给杀了 哎 这有可能啊 你今天已经 叛党了 叛变了 那你今天把这个情报呢 给了 中共 特科 让中共特科呢 去把他们的 马少五给干掉 是不是大公一件啊 那情报是谁给的 哎呀 原来是李氏群 那李氏群是不是保住一命 他可以用这样的呢 就好像一个双面蝶 有没有 李氏群就是太聪明了 他认为说 他呢 到了国民党这边 我不但没有把你中共很多的 特科的这些 情报组织给 给 整个 给 国民党 我还 把国民党一些要员 的一些行踪 情报 泄露给你们 让你们去 暗杀他 所以我 我留着 一条小命 是对你们有帮助的 哎 这李氏群的 如意算盘啊 那 但是呢 国民党 总统跟那个 一直本来就对你李氏群 存着很大的一个怀疑 打了一个大问号 这个时候 我们的重要的干部 又 的行踪又被你泄露出去 给中共特科 有机会 把他给 暗杀了 这怎么可以啊 这个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事情啊 是不是 那该怎么办呢 进广告 广告之后呢 咱们继续 好了 九百新闻台 我对刘俊耀 受邀要 民国三大杀手 李氏群 来 干个双重间谍 双面谍 李氏群以为 他 这样子呢 没有人知道 其实怎么没有人知道 你的 两面 你左手跟右手 你在右手里面呢 当 当间谍 我告诉你 难道左手的人 不会知道吗 对不对 因为 你把这个 右手的情报呢 给了左手 左手的人会知道 哎呀 这是 右手的李氏群给的 你在左手的时候呢 把右手的情报给的左手呢 难道右手的人不会知道 哎呀 告诉你 双面谍 做久了之后呢 是 一定会露出马脚的 所以是大忌 大忌 他们怎么处理 就是枪毙 就只有把他干掉而已 因为 他不晓得你到底现在是 站在哪一边 对不对 今天听众朋友 你今天当 你今天 也是在当特工的 你碰到一个双面谍 你怎么知道 这个双面谍 现在讲的到底是 站在你这边 还是在 站在对方那边 因为这种人 的人格上面呢 基本上呢 已经是啊 人格分裂吗 也不是 太聪明吗 可能是 反正他就 他以为人家都是傻瓜 结果他最聪明 他以为 他自己呢 能够在这两方当中呢 游走在中间 而且 这灰色地带 他可以呢 这个 游刃有余 然后 不但可以活得一条狗命 还可以享尽荣华富贵 双面谍以为这么好干 所以 两边 只要抓到双面谍 因为他不想要他到底是 站在哪一边 所以只要把他干掉 当肥料 这个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好 所以 当他们知道 这个李氏群 可能把那 这个 马少武呢 给 这个上海区的负责人 的行踪 那么隐秘的行踪 竟然可以给泄露出去了 那一定是个李氏群 因为他是叛变过来的 应该是他 好 那 对他来讲 当然 是一个 绝对要把他抓起来的 丁末春 跟李氏群 因为他们知道 丁末春跟李氏群 可能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要躲避中共的追杀 各位那时候 中共的特科 有一只专门 专门 去暗杀叛变的这些 这些人 这些特工 的一个部队 叫做呢 打狗队 也叫做呢 锄奸队 这个铲锄 汉奸 这个锄奸队呢 打狗队呢 不管 他们就专门对付这些叛变分子 就像李氏群跟丁末春 这种人 那非常厉害 之前我刚刚不是讲吗 那顾顺章 有没有 去叛变 然后把他们都供出来的 顾顺章 因为顾顺章的叛变 才会让李氏群他们曝光嘛 这个顾顺章 谁杀的 就是 打狗队杀的 打狗队杀了顾顺章 跟他一家人 等于抄家灭门 全家给你死 还有呢 包括一些什么 出卖罗麦 这些人 反正这个 人物太多了 我就不细讲 但是只要是叛徒 这些锄奸队 打狗队呢 无论天涯海角 一定要把你除之而后快 所以 当你李氏群 李氏群跟丁末春 那你今天 叛变了我们 我告诉你 我一定把你们杀了嘛 可是为什么 你们都还活得好好的 我问你 你今天是国民党 的特务 你今天不觉得 这个叛变的人 怎么到现在还没死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因为你知道 中共有一个 中共特科 有一个 打狗队啊 那么厉害的打狗队 顾顺章叛叛变之后呢 很快就被杀了 全家灭门 那你这个李氏群 跟丁末春 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我对你一定有一个大问号嘛 是不是 我们咱们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对不对 我也会一定怀疑 这个这两个人 一定还在做双面谍的事情 否则特科不会放过他们 好 抓起来 你特工 你中共不杀他们是吧 不杀这个叛变的丁末春 跟李氏群是吧 我国民党来处理 嘿嘿嘿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双面谍 为什么很难干 因为两边都不讨好 两边都怀疑你 所以 他们两个 又被抓了 抓了之后 对于两个人 来讲 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是特工的老手 也知道中共 那个国民党 那个特工会做什么 证据 反正打死 不认 就是没有 而且 说实在 他们也查不到 也没有查到很具体的证据 你真的有出卖了 马少武的行踪吗 查无实据啊 查无实据啊 那这个 这个时候 叶吉清又出现了 叶吉清 又带着钱 带着身体 赶到南京 去跟 去帮丈夫求情 要人 给人 要钱 给钱 那 他把这些呢 又 等于保住了 李氏群 一条命 他没有骂 马上来处决了 李氏群 那绝对是因为 叶吉清的 钱跟人 所以 有这种老婆 多好 不不不不不不 当这种老婆 多辛苦啊 对不对 丈夫呢 恶嫩 你说她恶嫩子吗 还是真是 对不对 一下这边被抓 一下那边被抓 害 害你母这样 一天告 要走来走去 别人睡 真的是 哈哈哈哈 哦 好 好,结果那个许恩贞呢,终于在总统大佬啊,许恩贞,他亲自下令,把两个人给放了,因为他老婆我睡了,把他们放了,但是有一个条件,不可以离开南京,饶了你们两个两条狗命,你们呢,还是做总统的一份子,但是不可以脱离组织,如果我只要在看,听到你们呢, 当双面蝶,那你们就下不为例了,绝对脑袋搬家,可是呢,许恩贞这样子下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们就认为这两个人啊,永远不可重用,在这个文件上面呢,档案上面就批示了,结果李世群跟丁柏春就因为这样子这个批示呢,没事做,真的没事做, 也不敢让你知道嘛,因为不晓得你们两个会不会再又出卖了嘛,因为你两个人本来人品就不佳,不守信用,不讲情义的,所以没事做,但是也不杀你们,干嘛呢?软禁,其实说穿了,就是软禁,两个人呢,整天呢,有所好闲,去呢,上这个茶馆啊, 喝酒啦,干嘛呢,就是没事,一直到,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个时候,陈果夫跟戴笠都下了一条命令,所有的犯罪的特务都可以戴罪立功,李世群的机会来了,下个礼拜,咱们继续讲。